0403強震之後花蓮縣觀光業復蘇刻不容緩 當地主題遊樂園在6月1號將重新開園 推出搶先入園的優惠 以及6月壽星免費暢游等措施 另外吉安鄉芝卡軒清水公園 將在7月重新開園 新增了互動泡沫機還有光雕秀 門票也有折扣優惠 希望能促進觀光 排到船上放聲尖叫唱完遊樂設施 花蓮膜主題樂園是不少遊客必玩景點 不過因為0403地震後 設備受損已經豐源將近兩個月 園方整修補牆後 將於6月1號開園重新觸發 包括最受矚目的美人玉秀 將用全新的面貌回到市場跟大家做見面 同時我們將一系列推出相關的優惠 為了在開園區的豪彩頭 園區推出前250名入園的遊客 能獲得禮品還享有票價優惠 另外6月的壽星也能免費創游 主題園區吸引遊客入園 另外吉安鄉的芝卡軒清水公園夏季 吸引大批遊客到訪細水 園區近日重新整修以新面貌 迎接7月假期人潮 排水還有鋪面都有進行改善 我們也將將近10年的一個 細水區來進行一個翻新 今年會新增我們一些互動的泡泡機 不僅設備更新 門票也有優惠價 只要是花蓮憲民低收入戶及長輩等 出示身份證明可免費入園 花蓮證後觀光業加快腳步開啟復蘇計畫 盼能再次迎來遊客落意不絕的光景 接著陳岑晴歡迎報導 知道 limamad